來 我們看一下這一題 他說有加一兩家 有兩個家庭 四個大人 四個小孩 所以說兩個家庭當中 四個大人 四個小孩 總共八人到東京自由行 今天八個人在捷運站等候列車 來 第一小題 美美一定要站在她爸爸 媽媽的後面 不一定要想你 換句話說美美必須要排在爸爸 她的爸爸媽媽的後面 對吧 當副林這三個一定要在一起嗎 不一定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這種是指定順序還是指定位置 指定順序 我指定美美順序 一定要在爸爸和媽媽的後面嗎 所以說你就想像一下 這時候有爸爸 有媽媽 還有美美 對吧 另外有 1 2 3 4 5 1 2 3 4 5 6 7 對吧 另外還有幾個人 五個人 那我是強調 這五個人 老師乾脆好不好 這五個我把它叫做 A B C 1 2 1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 可以齁 所以說這總共八個人 這時候美美必須要排在她爸爸媽媽的後面 所以指定美美和爸爸媽媽的順序 可不可以 老師講過指定順序的題目怎麼做 麻煩你先把這些視為什麼 相同物 這樣行不行 先把爸爸媽媽美美 視為相同物 這樣行不行 好不好 三三 或是三個不管 好不好 把它視為相同物 行不行 所以說總共有 1 2 3 4 5 6 7 8 八個排列 八階 這三個一樣 三階 行不行 排下去之後 好不好 老師問你這三個字一樣 之後麻煩你按照爸爸媽媽和美美題目要的順序 把家排進去 其中老師想起我們下 美美一定要排在爸爸媽媽的後面 所以美美只能排這個位置 所以說告訴我其中 一種行不行 之後再搭配 爸爸媽媽可以坐前面兩個位置 那爸爸在一起還是媽媽在後你在乎嗎 事事都可以 換句話說 所以說爸爸媽媽這兩位置可不可以互換 可以 二跌 是不是就好了 可不可以 所以說像這種指定順序的 我指定爸爸媽媽和美美三個人順序 所以說把這三個人 先視為相同物 所以八個排列 八階 這三個一樣 除以三階 再按照題目要順序下去排 美美做這三個位置 最後一個幾種 一種 爸爸媽媽坐前面這兩位置幾階 二階 所以說你去算一下好不好 算算是一三四四零 這樣行不行 這第一小題的地方 第二小題 他說有一個叫珍珍與萱萱 這兩個一定要站在一起 而且首尾一定要排大人 問你這八個人有幾種排法 來 所以大人有幾個 有四個 首尾要排大人 所以說有大人一 大人二 大人三 有大人四 對吧 在外界還有誰 還有珍珍 和什麼 萱萱一定要排在一起 那另外兩個小朋友 另外兩個小朋友 另外還有兩個小孩 行不行 我把它叫做小一 小二 好不好 小人一小人二 行不行 所以說題目說 有四個大人 有四個小孩 可不可以 他說 珍珍和萱萱 對吧 這一定要排在一起 行不行 一定要站在一起 那首尾要排大人 行不行 所以說這時候 把八個人分成大人一 大人二 大人三 大人四 真真萱萱 另外兩個一定是小孩 小一小二 那其中真真萱萱 一定要站在一起 隨便把它綁起來 行不行 綁起來之後 告訴我 剩下 1 2 3 4 5 6 7 剩下幾個個體排列 七個個體排列 七個排列之後 麻煩你 你就畫七個位置出來 相信不行 好不好 OK 老師為什麼要畫位置出來 1 2 3 4 5 6 7 多畫一個 對吧 所以說麻煩你畫七個位置出來 為什麼要畫七個位置出來 所以把七個位置出來之後 你才知道哪個位置是手 哪個位置是尾嘛 你才知道手尾 所以說你看一下 這四個大人 要挑首尾兩個位置來做 換句話說 從這四個大人當中挑幾個出來 兩個 從四個大人當中挑兩個 一個做手 一個做尾 所以方法是其 提得 四取二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先從這四個大人當中挑兩個人 做這首尾位置嘛 所以說先決定手和五尾 從四個大人當中挑兩個 不行 比如說這大人二坐這邊 大人一坐這邊 好 兩個人坐進來之後 剩下1 2 3 4 5 五個個個體 做1 2 3 4 5 剩下這五個個個體 做這中間這五個位置幾階 五階是就好了 最後不要懷疑 真真鮮鮮這兩個可不夠互換 可以 再把幾階 二階 這樣行不行 好 你再把它乘開來 好不好 算出來自己 2880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這個題目跟我之前排列題目也很相像 它只是改成實境考學而已 這樣行不行 好不好 OK麻煩把這邊看一下 OK